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四册的第十四课 这又是一篇跟科技相关的文章 叫做Lesson 14 The Butterfly Effect 蝴蝶效应 这个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来看看这个书的声词和短语部分 这个先打开到第八十二页 第八十二页 Let's look at the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先来看看声词短语部分 好 第一开始先跟我读一遍 Read after me Forecast Forecast Speculative Speculative Blizzard Bleezard Deteriorate Deteriorate Multiply Multiply Cas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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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bu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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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st Devil Dust Devil School School Eddy Eddy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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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sor Hosprez Censor Censor Forecast Humidply Grid Meteorologist Meteorologist Princeton New Jersey Fluctuation Deviation 好 这是这棵书的生词和短语 下面想惯例 按照惯例 还是先来看看这个书的重点词汇 第一个重点词 这是一个特别常见常用 而且记忆词很多的一个词 就是这个预测或者预报 所有动词 名词都可以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英词翻译呢 前面发or 没有卷声音 后面发a 大声里面 Forecast Forecast 但美国人觉得这么读 太古板费劲了 这个for有个字母r 这个a 口型大一些 前面加卷声音 大声里面 Forecast Forecast 常看美剧的同学觉得 第二个发音更舒服一些 这是预测或者预报 咱们先看看英文解释 什么叫预测和预报呢 它做动词名词都行 它表示 to publicly say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with the weather or the economic or political situation 就是我当众的公开的来讲 这个在未来什么事会发生 比如在天气方面 经济状况方面和政治局面方面 在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就公开的预报预测 对吧 后面说呢 especially when you have special or technical knowledge 尤其是当你具备了某些专门的或者技术方面的知识的时候 用这个专家在预测预报 可以用这个词 叫forecast 那么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它指什么天气方面 经济政治方面都行 先看做名词的例子 那么最常见的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天气预报 weather forecast 这叫天气预报 可以这么说 同样的不见得是天气 你看这个句子里面 the company's annual sales forecast 这个公司的每年一度的销售预测或销售预报 这公司销售部门主管预测一下 或预报一下 今年我们这个全年销售额大致 将会是多少预测或者预报 这都是公开的去宣布这个事情 这个可以这么来说 那么这个词当动词来用也行 当动词来用重音的也可以在前面 还是forecast 而且当动词来用它是不可以做动词 一般过去是过去分词不变 还是forecast 不是forecasted 不加异地 跟动词原形是一样的 你看这句话 rain has been forecast for tomorrow 就明天去预报天有雨 带好伞哦 这雨被预报了 注意过去分词依然是forecast 非常好记 因为我们这个cast 当英文读成cast 它的一般过去分词就都是cast cast,cast,cast,cast 就没有casted 这个forecast继承了 这个cast这个字形的变化 那么同样的我们再看一个主动结构 主动的例子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forecasts the economy will grow 8% this year Federal Reserve Bank就是咱们说的联邦储备银行 就联储 对吧 联邦储备银行预报或者预测 经济呢 在今年会结果增长8%左右 大家注意 老师在读this year 把这音变成this year this year 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s 如果碰到这个ye 这个半原音ye 一般会变成sh 这个声音this year 读块字this year 那么上帝保佑你哦 bless you 读块字 bless you bless you 我向你保证哦 I promise you 都是I promise you promise you 是这么来读的 你看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forecasts The economy will grow 8% this year 今年这个经济将增长8% 这是预报公开的来预测经济 政治包括什么天气的状况 是这么来说 这个非常好记 因为fore就可以表示在前面 cast 本来是投掷 向撒网叫castnet 向四面八方扔出去 提前扔出去 不是预测预报 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事 我们复习一下第十课 在硅谷那会说讲的预言说 就不一定是当众的 去让大家都知道了 总之预言提前说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两个动词能替换 我分别大声读一下 predict for tell 这也好记 咱们说过pre也是提前 dict还是语言文字 提前说的话就预言 那么tell呢 还是告诉你们说 fore依然是提前 提前说还是预言 或者预测说 对吧 比方说 he predicted 或者是he foretold 就是foretell foretell一般过程是foretold foretell foretold foretold 跟tell的变化一样 他预言说什么呢 the improvement will continue 他预言说这改善 将会持续下去 会继续有所改善 是这么来说 我们讲个区别 foretell呢 可以表示预兆预示 但是predict不能表示预兆 它只是预言 所以foretell呢 多了一首 大家还记得这个句子吗 timeless snow foretells a bumper harvest 这是个谚语 怎么翻来着 瑞雪照丰年 这里面foretell是预兆的意思 timely是形容词及时的 及时的一场雪 预兆着一次特大的丰收 这个bamper 当然就特别大的 就enormous colossal 这个意思 好 这是表示 可以用它表示预兆预示 那还有好多相关词汇 比如说还有另外一个预示 就是forbode 但这个词一般都表示 预示不好的灾难会发生 这个也是预示的 或预兆着有什么事 但这个词一般 它的结果是不愉快的事 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 大声读一下 forbode forbode 叫预示的 我们看例子 black clouds forbode a storm 乌云 预示的会有一场暴风雨 可以这么来说 这是预兆预示 还有一个 你看 也是预言 但这个预言呢 它一般用在宗教啊 或者一些神话故事里边 它一般多强调 拥有某种魔力的人 在预言 未来某事会发生 像上帝预言说 某位先知 或者穆罕默德 他预言什么什么 用这个好一些 我们大声读一下 prophesy prophesy 他再来先知 prophet sai 不就像say一样吗 先知说 叫prophesy 就特不好记了 再读一下 prophesy 预言说 但一般都强得 有魔力的人 有种魔法的人 或有某超自然能力的人 再预言 咱们看例子 Jesus prophesy that one of his disciples would betray him Jesus 就是耶稣基督了 这耶稣曾经预言说 什么呢 他的一个弟子 将会背叛他 这是过去将来事的 这是因为有魔力 他提前就知道 这个人要背叛他 但弟子问是谁 他就没有说 我们看Jesus 是耶稣 他预言说 disciple 叫弟子 门生 门人 我们可以读一下这次吧 S去掉 大声读一下 disciple disciple 叫门生 将会betray 就是背叛他了 这个是我们看 最后的晚餐 这么一幅画 里面呢 有一个人叫背叛他 是谁呢 大家能看到这个人吗 就面色有些阴暗的人 手中你看这个地方 拿着一个钱袋 这个家 这个家伙就是Judas 就是那位犹大 未来背叛耶稣 致使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 这个叛徒Judas 以后Judas这个词就可以表示叛徒犹大 这么一个 这是有神力的人在预言说可以用它 好 这个预报相关的词汇做了一个重要总结 希望大家牢牢记住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推测的或者是投机的 这相关的同根字特别常用 而且意思比较多 咱们做一个总结 先大声读起来 speculative 推测的或者是投机的 推测就推断猜想 投机就是炒股票 炒房地产 这个方面意思 咱们先看表示推测的猜测的 咱们看一看这个它的这个英文解释 什么叫speculative 它表示based on guessing not on information or facts 基于的是猜测猜想 而不是基于的一些情报信息 或者事实数据 纯粹是瞎猜的 就推测的猜测的 我们看一些例子 这有的时候就有贬义似的味道了 你想这句话 his conclusions are purely speculative 他的结论呢 纯粹是推测 是这么一个意思 好 这是第一个意思 表示这个推测的猜测的 那就纯粹基于瞎猜 但第二个含义呢 可以表示投机的 什么炒股票啊 炒房地产呢 投机的 你看我们经常用speculative investments 就是投机性的这个投资 这个纯粹是投机性的 就是猜测未来是涨还是跌 这个就是但是风险就很大了 这是投机性的 可以这么说 投机生意的 它来自于呢 我们常见的动词speculate 这个在未来的文章中也会出现 咱们先看一看 它依然有两个意思 猜测 还有表示投机 都行 咱们第一个先表示猜测 这个看一看 大声先读起来 speculate speculate 就纯粹基于瞎猜 这么一个猜测 要注意一下 它经常跟介词 on 或者跟介词 about 这个词来搭配 我们看些例子 we can only speculate on the reasons for his sudden resignation 我们只能猜测一下他突然间离职辞职的这么一个原因 resignation 来自动作 resign 就辞职了 那么关于什么什么做猜测 我们叫on 这个on也能换成其次about 可以 这是表示推测或者是猜测 纯粹是下载了 那么第二个意思呢 可以表示投机 做投机买卖 这投机呢 咱们看看精确的解释 就更好理解了 是什么叫投机呢 to buy goods property shares etc hoping that you will make a large profit when you sell them 这是做投机买卖 投机 就是买商品 买不动产房地产property 买股票股份 这shares 对吧 那么希望怎么样呢 希望你在未来卖掉他们的时候 能赚上一大笔钱 就投机买卖 就是什么买商品囤积居齐呀 买股票炒房地产 这叫做投机买卖 注意这个时候借词呢 后面一般加in 你看不同的含义 借词大概不一样 特别好记 对吧 比如speculate in stocks 在股票方面投机 就是什么 什么低点买入 高点抛出 这种投机 可以叫加in 那么它的名词形式 就是猜想 猜测 或者表示投机 都行 我们再读一下 speculation speculation 表示猜测 推测 或者投机 都可以 那表示猜测 推测呢 它有些同一词 比如说可以用 conjecture 或者guesswork 都可以表示 纯粹的猜测 或者推测 相关的 这几个词 咱放在一块读一读 推测 猜测 speculation conjecture guesswork 最后这个字 连写 分开写 都可以 都是推测 或猜测的意思 同样这个speculation 也可以表示投机 就是投机买卖 继承了刚才动词的含义 你比方说 property speculation 叫房地产投机 前面property 房地产 不可数名词 好 这是这个投机 投机的 包括推测的 相关的同根词 放在一块记住 包括动词 不同含义 不同的节词搭配 掌握住 这个单词就牢牢的 成为我们自己的能力了 好 这个词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词 在这儿有关天气的一些词 天气变化无常 有关天气的名词也特别多 特别讨厌 这一刻书中就出现了很多 咱们给大家再给几个 那我们先读一下这个 特大的暴风雪 暴雪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blizzard blizzard 叫特大的暴风雪 这个有一部分喜欢打游戏的 这个男生一定对这个词不陌生 有个著名的游戏公司 叫暴雪公司 就用了这个blizzard 大家一定不陌生 对吧 咱们看看什么意思 blizzard means severe snowstorm 特大的暴风雪 本来snowstorm就是暴风雪 severe是非常严重的 特大的暴雪 特大的暴风雪天气 雪一击500米厚 说的夸张一点 总而言之特大的暴风雪 我们还有跟它很类似的 好多都用storm做自根的 咱们看几个 比如第一个 雷暴 大雷暴 就是这个暴风雨期间 打了很多雷 雷暴 我们读一下这个是 thunderstorm thunderstorm 特大的雷雨天气 还有呢 暴风雪就是刚才这个词 我们用它来解释的 前面这个词 再读一下 snowstorm snowstorm 这暴风雪天气 还有呢 特大的暴风 特大的风暴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windstorm windstorm 也是用storm当自根 就是暴风 还有呢 沙尘暴 这前面是风暴 这是沙尘暴 很多沙子 来 我们来读一下 sandstorm sandstorm 这是沙尘暴 还有本文中呢 生死表中另外一个词 就是突然起的一阵狂风 突然的一阵暴风 我们读一下 scove scove 这个词表示突然间 扬起很多的沙尘 起了一个大风了 就是它强调一个突然性 就是突然间起的一阵暴风 突然刮起狂风 往往伴有雨或雪的天气 那叫scove 还有一个小的沉旋风 小的沙尘暴 小的沉旋风 而且呢 扬起了很多灰尘 我们用这个沙尘 这个尘土 再加魔鬼这个词 小的沉旋风 小的沉暴 我们再读一下 dust devil dust devil dust读快了之后 那个t听不到了 对吧 再来遍 dust devil 叫小的沉旋风 你看这是咱们生死表中有的 复试一遍 这个scove叫突然刮起的一阵暴风 而且夹早有雨雪的天气 可能 对吧 这是突然间 来了一阵沙尘暴 小的沉旋风 可以这么说 还有呢 特大破坏性的暴风 特别大的破坏性的暴风 用这个词 这都是跟风相关了 大声了没 cycloon cycloon 就特大的暴风 如果这个暴风 发生在太平洋的西海岸 这个一般 咱们叫飓风 就太平洋的西海岸这地方 就接近美国来 墨西哥这个地方 起的特大的暴风 咱们叫飓风 大声了没 hurricane hurricane 叫做飓风 如果在太平洋的西海岸 就在咱们中国呀 什么台湾啊 台湾岛啊 这个地方起的风 咱们叫台风 英语这叫typhoon 注意注意在后面哦 叫台风 大声了没 typhoon typhoon 是这么一个 还有最后一个 叫龙卷风 我们大声来没 tornado tornado 你听tornado 好像这个 这个转起来的声音 咱们复习一遍啊 blizzard表示 特大的暴风雪 thandestorm 就是特大的雷暴 就打雷的暴风雨 snowstorm 就是暴风雪了 windstorm 是暴风 那么sandstorm 是沙尘暴 score是突然起的 这种狂风 往往有可能 有雨雪天气 dust devil 就是沉旋风 cycloan 就是特大性的 破坏性的 这种狂风 那hurricane 是太平洋西韩 在美国墨西哥地方 这个飓风 typhoon 是在太平洋西韩 在中国 包括什么台湾啊 包括印度啊 这个地方 登陆的这种台风 叫typhoon 最后tornado 就是龙卷风 好 这几个相关词汇 咱们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 就好了 这个词 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 这个变糟 或者是恶化 这个不好读 音节特别多 慢慢来起来 把它读起来 deteriorate 再来一遍 deteriorate 好 这变糟 或者恶化 这个词一般是不及物动词 就是本身主语 本身 再变糟 再变坏 就行了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 Alan's health has deteriorated 就是Alan这个人 他的健康 现在已经恶化了 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每况愈下 这种感觉叫deteriorate 那同样的 我们不见得指人 指其他的东西也行 比如美国 在恶化中的经济 这个deteriorating 在这当一个形容词 当修饰娱乐 分词当形容词 修饰economy 美国在间接恶化中的经济 叫deteriorating 也可以 那么同样 这个动词 有介次搭配问题 deteriorate 后我们加intu 就可以加冰语了 就恶化成了 逐渐堕落成了 越来越差劲 变成这么一个状态 可以这么说 就恶化成了什么什么 我们看例子 The discussion deteriorated into a bitter quarrel 本来是大家在讨论 结果讨论 双方人可能涵养不够 结果恶化成了 一次激烈的争执 打起来了 成了争吵了 本来是讨论一个话题 结果上升的人生攻击 打起来了 就恶化成了什么 变造成了 deteriorate 加intu 可以 那么这个词 在写作中咱们一个替换 跟它特别像的一个动词 叫degenerate 也是恶化 它比deteriorate 更为正式一些 用法几乎完全一样 我们大声在嘴下 degenerate degenerate 也是表示恶化 变造 become worse 变得差一些 对吧 也是不求动词 我们看例子 degenerate our relationship has degenerated over the years 多年来我们两个的关系已经恶化了 一开始是好朋友 是夫妻 最后慢慢慢慢成仇人了 对吧 我们的关系多年来已经恶化了 同样恶化成了什么 一样我们可以讲intu 你看跟deteriorate 用法搭配都一样 咱们写作中就自信 可以来替换了 同样看例子 Don't allow your comments degenerated into a personal attack 不要让什么呢 让你的评论 comments 本来是评价 别人评论 恶化成或者堕落成了 一个人生攻击 personal attack 评论就事论事 不要进行人生攻击 变差劲 变成这么一个状态 叫degenerate into 这里面完全可以换成 deteriorate into 是可以的 跟它类似 那么同样的 还有一个变糟 可以用它来替换 叫worsen 更好记得就wors 我们加in in是动词自根 我们都加worsen worsen 叫变糟了恶化了 也是不及误的 你看 the weather worsened during the night 在夜晚天气变差了 本来在傍晚的时候 还是晴天晚霞满天 但大半夜里边 可能狂风怒嚎 下起大雨了 但worsen 我们加into 这搭配不太常见 但是只变糟 是可以的 那么同样的 我们还可以用 更为简单的 通俗的一些习语 来表达become worse 这个变糟变差 这个含义 比如说get worse 变糟了 比如说go from bad to worse 从差到了更差 这固定搭配 bad和wors在这儿 直接放在戏词口 固定搭配是可以的 还有一个搭配叫go down hill 走下坡路了 也是变糟了 注意这个down hill 是副词 叫下山地 注意重音 在这个down这个音节上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咱们讲的时候读一遍 希望在课下 读读几个背起来 大声来遍 get worse go from bad to worse 注意重音哦 go down hill go down hill 走下坡路 别人说吧 moving in together was a mistake and our relationship reply went down hill 本来呢 两个人谈恋爱 好像挺开心的 出得不错 结果后来 就同居了 住在一块了 搬到一块住啊 简直是个错误 为什么呢 毕竟我们两个的关系 迅速恶化 变糟了 这个当然也可以换成 reply deteriorated reply worsened reply degenerated reply got worse reply went from bad to worse 都可以 你看这几个变糟 都是不久 或类似不久动词的 一些短一种用法 在生活中 咱们就根据这个上线文 我们来做情采用 那么这后面几个呢 稍微通俗一些 但写奏中 用来替换也可以 好 这是把变糟变差 这个相关词 咱们放在一块记住 这个单词 我们看到这儿 好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重点词 就是 汹涌而不稳定的 这一般指风啊 或者是水啊 这个东西 拍生意呢 可以表示动荡的 什么经济环境 政治局面等等等等的 那么我们先大声 读一下这个汹涌词 慢慢来 tubulent 再来一遍 tubulent 这个词里面有字根 咱们以后会说 先看看 什么叫汹涌不稳定的呢 它的本译表示 air or water moving violently and unevenly and unevenly 表示空气或者水 非常急速的 爆裂的在运动 并且非常的不平稳 unevenly even不是平稳的吗 不平稳的 汹涌的 就汹涌的 不稳定的 一般指什么空气啊 或水 什么波浪 汹涌不稳定的 对吧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 tubulent waves 就汹涌的这个波浪 不稳定 起伏 哇 旋转啊 这种 tubulent 但这个词在生活中 一般都表示 拍生意 就动荡的 骚乱不宁的 它未必是指水或空气了 看了意思 The turbulent tim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著名的 法国大革命时期 那个动荡的时代 动荡的 动荡不宁的 骚乱的 叫tubulent 是这么来说的 这个做拍生意 更常见些 那它的名词形式呢 就是tubulence 本意可以表示 汹涌不稳定的 气流或水流 或者气流水流的 不稳定 都可以用它 拍生意呢 一般表示 动荡 骚乱 或者暴乱 等等等等 有指指 这个意思 我们大声再度一下 tubulence tubulence 它本意表示 汹涌不稳定的水流气流派生意是动荡或骚乱 比如说 political turbulence 就是政治上的动荡 在social turbulence 就是社会的动荡 社会的动乱 那么它来自一个重要字根 你看这里面有字根 就是turb turb 它表示 搅乱 就相当于动词 disturb 搅乱打乱的意思 tubulence 如果我们来用一个木棍 在搅乱这个水的话 水就会起漩涡 会动荡不宁 所以它本身turb 表示搅乱的意思 有这么个意思 我们可以看这个铜根子 比如说有个形容词叫turbide 它跟搅乱有关系 这个做形容词可以表示浑浊的 尤其表示我们这个液体浑浊不清的 你可以记住 搅起了泥沙一样 对吧 浑浊的 大声都叫turbide turbide 把水底下泥沙泛起来了 就浑浊的 浑浊不清的 还有这个词叫发动机里的乌轮机 像飞机里的乌轮机在旋转 好我们再读一下 turbide turbide 还有后面这个动词叫使非常非常的不安 大声了没 perturb perturb 它类似于这个disturb 但是语气更重一些 这好记 因为per这个字头就可以表示 thoroughly 彻底的 彻底的搅乱了 就使某人非常的不安 心中很不安 对吧 比如说 matter was perturbed by my illness 我生病了 妈妈内心感到非常的不安 非常的担忧 叫做perturb 使某人心中完全搅乱了 对吧 还有一个形容词 叫镇定的沉着的不惊慌的 叫imperturbable 就是不能够把内心搅乱的 内心沉着镇定的不惊慌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imperturbable imperturbable 就是非常镇定的 这个冷静沉着的 他心里不慌乱 可以这么来说 这相关的词汇 可以把它一块记 记住这个重要的词根就好了 好 这个词跟老师就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湿度 Human 读快乐之后 最后那个呆会失去爆破 在里面 Human Human 但是这个潮湿的只能说空气了 空气中水分很大的 大家还记得吗 Human air 潮湿的空气 或者Human atmosphere 这atmosphere不但可以表示大气层 也能表示空气 潮湿的空气 可以这么来说 对吧 还有呢 Humid summer nights 潮湿的夏夜 也是指夏天 水气特别大 凉起来让一会儿 上面有一层水了 空气中水气大 是这个 那我们在复习 表示表面上满是液体 或里面泡满了液体的 湿漉漉的 这种感觉 我们用大声都讲 Wet Wet 表面上满都是液体 或里面吸满了液体都行 这是Wet 你看 Her hands were wet 她的手是湿的 这我们第四课 可以看见东西的手里边 我们说过 这表面上都是水了 还有 你像A wet sponge 一个湿的海绵 里面吸饱了水了 这个也可以用它 Sponge海绵的意思 我们再回顾一下潮湿的 潮湿的 如果指东西潮湿的 有两个词 一个叫damp 一个叫moist 大家可能还有印象 第四课我们讲过 这两个词都是slightly wet 内面有着点湿 还不至于滴的水 这个程度 这个damp呢 有扁一词的味道 表示湿了巴唧的 让人难受的 这个moist 有一点boist的味道 我要的就是潮湿这个状态 我不想要干的 再复习 你看bring me a moist towel 请递给我一条湿毛巾 我就要湿毛巾 你要干的 我还不乐意呢 这是moist 但是你看 a cold damp color 一个冰冷潮湿的一领子 扁在脖子上 特别难受 这个扁一词的味道 这是humidity 湿度 相关的词 放在一块记住就好了 多数是复习 这个词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看 这个气象学家 这个比较大个的词 我们大声来一遍 meteorologist meteorologist 叫气象学家 那么它相关的词 就是气象学 我们再读一下气象学 meteo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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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meteorology看着个儿很大 那么它确实有自根 一般单词个儿一大 有自根了 它其实里边来自于一个词 叫meteor meteor这个词 本来表示流星 做名词 它可以表示相当于 shooting star 或者falling star 就是天上的流星 划过天际的流星 叫meteor 但是它在古代英语中 可以表示大气现象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meteor meteor 当代英语中 在一般指流星 再读一下它的同一词 短语 shooting star falling star 都是流星的意思 但记住meteor 在古代英语中 表示大气现象 我们以前说过 这个ology 可以表示去研究 研究大气现象 叫气象学家 这样的人 叫meteorologist meteorology 这就好记了 它有这个词 这meteor本身表示流星 我们看一些常见的例子 比如说meteor shower 叫流星雨 这shower不是表示 震雨或淋雨的意思吗 meteor swarm 叫流星群 这swarm本来表示一群 什么苍蝇和蜜蜂在一块 这流星群 meteor swarm 当常识记住就好了 还有这么复习 以前讲meteorite 这表示陨石 坠落到地面的流星 掉到地下来就陨石 我们打成那边 meteorite meteorite 后面这个词 是表示小行星 咱们以前说过 就是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 这个小行星 打成那边 asteroid asteroid 可以跟这个流星这个词相关的 同时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我们看到这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偏差 或者偏离正常状态 偏离常规 这个词也特别重要 相关的词和字根都特别重要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deviation deviation 偏差或者是偏离常规 注意我们先看看它的英文解释 什么叫偏离常规 deviation means a difference from what is expected or acceptable 就是与我们预期到的 或被大家所接受的东西不同 就偏离 我们以为是这样 结果出乎意料 他怎么会这样呢 偏离常规了 或者跟我们大家普遍接受的 一些习俗风俗不一样的 叫偏差或偏离常规 这个状态叫deviation 我们生活中用的特别多 比如说 left deviation 还有right deviation 这个l和r大写 什么叫left deviation 政治上的左情 左情叫left deviation 就偏离正常状态 偏离大多数人了 right deviation 就政治上的右情 就好了 左情和右情 偏离中间状态 还有像sexual deviation 就性变态行为 就行了 偏离人正常 当然男女时间都有性欲了 哥哥喜欢妹妹 妹妹喜欢哥哥 当然不可能亲哥哥亲妹妹了 但这种人就太过分了 成天离了性 哎呀就活不了了 性变态了 就sex sexual deviation 性变态行为 可以这么说 好了 这是偏离正常状态 与我们大家预期到的不一样 可以用它 那么同样的这个词 借词搭配呢 经常跟from搭配 好记吗 从正常状态偏离了吗 对 经常跟from搭配 行为都被认为是背叛 betray 怎么刚才不见过动词 就betray 后面叫l betray 就是名词背叛 从什么什么偏离了 偏离了什么什么东西 偏离了我们党的信仰的 任何的这个现象行为 都被认为是背叛 可以这么说 偏离了什么什么东西 本文中也是这么用的 我们看本科书中 就咱们82页的第14行到15行 82页课文的14到15行 你看有这么一句话 这里出现division 叫from偏离了什么什么东西 在中午的时候呢 这两个传感器之间的空间呢 会隐藏一些起伏 fluctuation 就是波动起伏了 什么起伏呢 就是这些电脑 他无法了解到的 一些波动起伏 这起伏是什么呢 这个看tiny deviation from the average 就是偏离了这个平均值的 这个东西叫division 偏离了 这个平均值的东西 这什么呢 tiny deviation from the average 是不是就是说前面那个 fluctuation that the computer will not know about 它的同位 这个division就是前面fluctuation 这个波动什么 偏离这个平均值的 这样一些东西叫division 偏离了什么 注意后面加这个this from 它的动词形式 其实用的更多 偏离什么什么 叫deviate from 偏离了我们正常的这个状态 偏离了 背离了我们平均值 等等等等都可以用它 我们大胜度下 deviate 后面还是跟from搭配 就偏离 背离什么什么东西 我们看些例子 比如说deviate from one's plan 偏离了我们某人的计划 跟当时的计划跑偏了 可以这么说 deviate from one's principles 背离了某人的原则 你做事情不对哦 跟你的原则偏离了 跑偏了 这感觉叫deviate 那同一堂的名词形式 就是偏离常轨的人 变态的人 这是可守名词了 大声度下 deviate deviate 偏离常轨的人 或者是变态者 都可以说 常见的有 asexual deviant 这是一个性变态 对吧 在这个方面偏离正常 跟大家都不一样的 这种人可以用它 这个拼写有规律 这里面有重要的字根 你看这个deviate 这个动词咱们再拆开 前面这个de 这个de这个字头 意思特别多 其中有一个常见的意思 叫away from 就离开了什么 偏离了什么 有这个意思 中间有个重要的dvi 或者有的时候是via 都行 vi或via表示道路的意思 它表示道路 后面的at是动词自根 所以这个a就等于两个a 两个a并在一块 dvi的对吧 vi或vi也是道路的意思 刚好偏离了道路了 离开了道路了 人在正路正路走 它偏离道路了 就偏离方向 偏离的这个正常 那么我们看到 via这个词本身就是个介词 就借助什么什么东西 或经由某个道路渠道那里 或者这个通过某个方式 它本身就是个介词 通过某个途径 某个方式或渠道那里 都可以用它 注意这个介词大声的下 via via 它就来自道路嘛 借助某个方式 某个途径 或渠道某个地方去哪里 都可以 比如说 go from London to Washington via New York 我们渠道纽约 从伦敦去华盛顿 就是走 通过纽约的这个道路 渠道经由纽约去华盛顿 这是渠道那里 通过某个途径 某个手段 都可以用它 还有呢 我们的形容词就是viable viable表示什么呢 我们va或vi 或via都表示道路 above是可以的 可以行得通的 这个道路 能够走的道路 就是切实可行的 这个viable 类似于大家更熟悉的feasible feasible 行得通的 这个道路可以走啊 行得通的 比如说 a viable proposal 一个切实可行的 这么一个提议 一个建议 economically viable 在经济上是可行的 用复词修理它也行 这可行的 切实可行 这道路走得通 还有呢 我们一个动词叫obviate 叫排除某个东西 就是使行不通了 排除或者消除 这个词类似于 咱们以前讲过的eliminate 就是第八课 贸易标准中讲过动词eliminate 为什么呢 这个via还是表示这个道路的意思 这个ob可以表示 你就把它看得是obstacle 障碍物就好了 道路上放了障碍物 死路不通了 排除消除了 这个道路走不通了 ob 看着obstacle 那via是道路 道路上有障碍物 这个道路行不通 叫消除排除这个东西 比如说看例子 the new treatment obivates the need for surgery 这个新的治疗方法 就不必呢 再动手术了 surgery 别是手术不可数民损 operation是一次两次手术可数的 这个词不可数 obivate the need 是不是相当于咱们第八课讲过的 eliminate the need 叫做就不需要什么了 把这个需要排除掉了 需要后面 need的后面名词 可以加x4 也可以加不定是to do 都行 好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 diviation相关的 它本身词形变化 还学同根词 放在一块记住 效率高 而且不容易忘记 好 咱们诗词词短语 重点的也不少 放在一块 大家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 生词短语就学到这 结果 增同根词 大家的词 ment词 也许多 甚至 看看 那 中文字 完全 有